欢迎回来全球进行室 每个国家都有太空梦 来看看日本丰田汽车就宣布进军太空舰 丰田将跟日本航太研究开发机构合作 打造一台是可以载人的月球探测车 乘客不需要穿太空衣 说就可以在月球上面开车子 预计是在2029年完成之后 将要发射上太空 日本汽车夜龙头丰田汽车近日 宣布将联手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UXA 开发月球载人探测车 丰田汽车希望这辆燃料电池车 能行走月球超过1万公里 长6公尺宽5.2公尺高3.8公尺 而内部约7.29平方公尺 可坐两人紧急时能坐私人 乘客不需要穿太空服 此前丰田已经小事伸手 把小型机器人robohan送上国际太空站 现在要把自驾以及耐久性技术运用在月球探测车中 预计2029年由美国火箭发射升空 近年1月大陆无人探测机成功登陆月球 2月以色列民间团体也成功发射月球探测机 全球风月球探测锁定的是月球上的水和矿产资源 希望未来作为太空人饮用水或火箭燃料 目前国际间并没有对太空资源探索制定规范 这场全球太空竞赛 未来势必将越来越激烈 TVBS新闻中华报道 南韩5G商用服务原定 这个月底要正式上路的 但是因为市场还没有准备就绪 所以确定是要在延后一个月 不过想要抢全球第一个启动5G服务的南韩 首度是将5G技术结合了自驾车 而且他们是在首尔成功上路 将自驾技术结合5G 由南韩汉阳大学研发的5G自驾车 在首尔市区上路25分钟跑了8公里 车子不但能变换车道调节车速 还能自动辨识交通耗制 自驾车的后车厢放了5G通信设备 可以搭配车子四方的雷达和感应器 及时接收路况 因为网速叫4G LTE快了20倍 也提升自驾的安全性 全球第一辆结合5G的自驾车 虽在首尔顺利上路 原定三月底推出5G商用服务的南韩 已确定延期一个月 因为无论是负责生产5G终端机的三星 还是生产5G手机的LG 都因为零件等问题卡关 SK提出的5G收费制 也被政府嫌太贵打回票 4月是否能真正上路 还有变数 TVB的新闻总和报道 好 之前要来看看电动车 将成为了车市主流吗 今年的欧洲年度风云车 颁给了捷豹的纯电动休旅车 这辆车是以零碳牌 以及绝佳的智慧设计 一致赢得裁判好评 可以看得出电动车市发展更多元 而奥迪也公布了旗下第三款的电动概念车 预计2020将会量产 感谢您收看这个礼拜全球进行事 我是秦玲谦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